随着《鬼灭之刃》动画第一季的完结 得益于飞碟射优秀的制作 《鬼灭之刃》这部作品热度越来越高 在所有柱一起登场的时候 那画面真的是圈粉无数 作为鬼杀队的最长战力们 都有什么样的绝技呢 让我们来一一了解 首先是出场最多 我们最了解的水柱 富冈一勇 水柱大师兄 作为大家最熟悉的柱 从一开始就登场了 富冈一勇在柱中实力也是名列前茅的 除了《水之呼吸》的实施之外 还有原创的第十一世之 第十一世之 这作为它的原创技能 可以瞬间化解敌人的任何攻击 在后面偏张对付上前三 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封住 孤子穿石迷 因为家人变成鬼杀 而其他亲人导致封住 是鬼灭队最痛恨鬼的人 封之呼吸是一种极端攻击化的呼吸 以自身为中心挥出三道斩机 形成多道龙血风脏的风刃 严重 悲鸣与行鸣 鬼杀队最强的男人 使用通过锁链连结的流星锤和破斧 炎之呼吸是防御最强的呼吸 高攻击高防御是它的特点 通过挥舞武器化解攻击的防御技能 同时让破斧和流星刺穿击敌人的炎之呼吸奥运攻击 夹住 石头无异朗 两个月就刚上驻的天才 经常发呆 时常会忘记事情 夹之呼吸是带有 类似化手性质的攻击招式 让敌人琢磨不透 但对武器使出的斩机 速度快据因为雾的眼不容易防御 用慢动作干扰敌人 被攻击会瞬间消失的防御技能 炼柱 战路斯密尼 炼柱出生变身体异于常人 为了找到强过自己的夫君 而加入鬼杀队 所以往往会放花痴 武器是伸缩刀 所以它的攻击也非常灵活 炼柱的技能作为这种连续 灵活的斩机 炼柱 雨水天元 炼柱作为鬼杀队柱的同时也是个忍者 重点是它有三个老婆 炼柱战斗需要依靠完成抚灭 抚灭是读取敌人攻击的节奏 并将其转化为音律 完成普遍需要很长时间 一旦完成后敌人的习惯 与死票将无所遁形 之后的攻击就如同随着音乐打开 一样 对敌人造成伤害 通过挥舞双刀释放炸咬 发解攻击的招式 每次攻击都伴随爆炸的进攻招式 炼柱 炼柱性兽狼 炼柱是个正直 热心的柱 随后的剧情里会给主角一行人很大的帮助 炼柱性兽狼家里的靠着炎之呼吸指南出自学生态 是当之无愧的天才 来看看他有什么样强力的技能吧 炼柱呼吸的强力技能 向前突出放出猛虎一般的攻击 炼柱呼吸最强的奥义 用热火包围自己向前突刺 炼柱用这招靠好了上前三大奥义 重柱 不接忍 重柱在目前动画中 是除了水柱表现最多的柱 正如动画中所看的的 重柱杀鬼靠的是毒素 而不是其他柱砍头的方式杀鬼 所以重柱是柱中很特别的存在 重柱呼吸是高速击刺激与毒素的结合 下面展示重柱的必杀戒 重柱呼吸武功之舞 百足蛇腹是通过高速灯的来 拿到最大速度自杀鬼的技能 重柱呼吸清零之舞 敷衍六角是通过六连呼刺 瞬间注入大量毒素的技能 蛇柱 一腿小巴内 身上总是缠着一条蛇 喜欢练柱 目前战斗最少的柱 使用蛇之呼吸 如同蛇一般蜿蜒前行的斩机 被移入击杀多个敌人 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鬼杀队注目的介绍了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个柱呢 欢迎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我 按你们